昨天刷到一条视频 他做的炸鸡鱼居然有80多万的点赞 所以今天叫一些鸡鱼回去试一下那个炸鸡鱼 是不是真的好吃 本来只想叫一些小鸡鱼的 结果还种了一条鲤鱼 哈哈非常的开心 首先把这些鱼给他处理干净 然后下一步改刀 从鱼尾处下刀 贴着鱼骨慢慢的把鸡鱼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清洗一遍 把鱼洞里面的血水和黑膜都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准备腌制 加半小勺盐 胡椒粉 一大勺料酒 再来点葱段姜片 搅拌均匀 腌制30分钟 鱼腌好后 把锅烧热多倒一点油 油温大概五六平热 把鲫鱼片下锅炸 等到锅里面的鱼炸变形 这个时候关小火 用筷子慢慢的把粘连在一起的鱼片给它扒拉开 然后再次开火继续炸 直到把它炸成这种焦黄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把鱼捞出来控油 最后在这些炸好的鱼上面撒上一些孜然辣椒 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看上去挺好 吃起来也挺酥 但是吃起来鱼肉和鱼骨头都是酥的 可能是我炸的太狠了 大家欣赏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学着做 这个做法真的不好吃 白虾的这些我辛辛苦苦掉的鱼 把胳膊都晒成这样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